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名画 左边这幅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就是所谓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那这是谁画的呢 对就是大名鼎鼎的达芬奇 全才型的创作家达芬奇 不只是画家还是科学家 那还有做了很多研究 好那右边这幅呢 也是很有名 也是达芬奇做的 右边这幅有多牛呢 那我们讲出他的拍卖价格 可能会吓死你 对这是史上最高的拍卖作品 在2017年的时候 他卖出了一个高价 4.5亿美金 相当于140亿台币 140亿台币是什么概念 如果以台北一户2800万来说 这样子可以整整买什么 500户台北的房子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很惊人啊 当然我们今天呢 不是来看房价的 也不是来看名画的 我们重点呢 就是要来测量名画中的黄金矩形 这个黄金矩形 我们可以这样拖拉 你可以摆到合资的位置 量一下呢 这边是不是符合黄金比例 有人说呢 你拉出整个脸带 那这时候呢 眼睛刚好在这边0.618的位置 这张符合黄金比例 当然也有人说 这幅画里面 除了这个眼睛之外呢 还有很多地方有黄金比例 那大家呢 也可以拿着这方框来逛逛看 那除了这两幅画 也鼓励大家 用这个东西 来套用各种建筑物 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符合黄金比例呢 等一下我们就为大家 来制作这个黄金矩形 谢谢大家